那些为了赚钱 明目张胆去藏人家大IP的山寨电影 你要粉们都看过哪些呢 首先得是听起来像是雷神包地的网络大电影《锤神》 剧情走的是末日灾难风 为了争夺生存资源 地球上仅剩的两方势力展开斗争 僵持不下之时 男主突然感觉到身体里有了古外星力量 于是雷射眼 镂空锤 电击云各种技能纷纷上线 一番剿风弄雨最终制服外敌 迎来了安详和平 电影究竟好看不好看 明明要先报个豆瓣评分给大家 自上以来一直都稳居2.7分毫无波动 而宣发时资料里还明确写道 情节借鉴了美国电影复仇者联盟 维护世界和平 不说了 直接看下一个吧 2015年陈凯歌导演上映了一部喜剧动作片 《道士下山》 没过几天呢就有了《道姑下山》 你以为这就完了 仅有71分钟的《道士出山》 甚至还赶在了《道士下山前》 上线了网络 而有了下就有了出 隔年就来了个《道士上山》 知道喵粉们早又听晕了 可制片人哪管你呀 只要有钱赚 就大蹭特蹭呗 伸手拿来人家电影 您随便改改 另外再加点美女帅哥之类的亮点元素 以及五毛钱特效 就能出锅上桌了 速度快的话呢 直接能赶在原作上一院线前 就提前与网络观众见面 而且无论是会员购买 还是付费形式的点拨 怎么着都是一笔低成本 高收益 稳赚不赔的买卖 就比如《道士出山》 据说只花了28万元的成本 仅用了8天时间就杀青了 但最终收益 却惊人地达到了2400万 还有陈思诚的《唐吉探》大火之后 很快就有了《唐人间命案》 有了解救吴先生 就有解救吴小姐 和月龙弯枝解救吴先生 你派港琼火了 我就有澳琼紧随季后 最有意思的是 烈日酌心拿了奖之后 烈日毒心立马上线 连海豹风格都一模一样 而这其中被蹭得最惨的 当属冯小刚导演的 《我不是潘金莲》 前前后后总共被蹭了九部 都快形成《潘金莲宇宙》了 至于具体是怎么被蹭的 明明我说出来啊 可能没有金星节有气势 索性直接上视频 我给大家念的这个片名 冯小刚说我不是潘金莲 好了 这边就来了 我是潘金莲 潘金莲就是我 他才是潘金莲 我不做潘金莲 抱索了潘金莲 潘金莲复仇记 喜气洋洋小金莲 谁杀了潘金莲 时空磨盘之网红潘金莲 我觉得啊 他们现在应该赶紧再拍一部新电影 啥名 叫做红桥仪姐大赞潘金莲 而狂蹭大IP的现象 不仅发生在国内 许多好莱坞大片也存在着这种情况 速度与激情与速度超越激情 2012与2012世界末日 其相似程度之惊人 听起来就像是一部电影的两种叫法而已 但事实上 他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部独立电影 再多说一点 明明就得提到成立于1997年 靠山家电影立足于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The Asylum 但凡是有电影大IP放出动静 该公司就能借助前期公布的片名 海报 类型简介等 短期内拍摄一部片子出来 光靠发行DVD就能闯出一条生路 赚个盆满拨满 据资料显示 该公司每年可以生产10到15部影片 每部的成本都远远低于100万美元 且多年来从未赔过钱 当然 他们能一直做到现在 还是有自己的小聪明的 就是内容上完全原创 并没有原超照搬 只是借助别人的名声 为自己门面贴个金而已 这一点在打官司上竟然还有理 就是被环球影业起诉 最多也只是让步改个电影名而已 该赚的钱一分也没少 好了 妙粉们还知道哪些 奇奇怪怪的电影幕后呢 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永远宠宁们哟